2015年东协经济共同体就要启动 东协10国人口超过了6亿 比欧盟是还要更多 但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是 台湾在这样巨大的区域经济整合机会当中 是完全没有办法插手 台湾在东协经济体系中扮演的角色 和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 我们带您来看 总统马英九接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特别经济顾问 大谈陆韩签订FTA的冲击 不过其实就在台湾专注陆韩FTA冲击的当下 其实更大的隐忧 台湾却视而不见 13号在缅甸奈比多举行的第25届 东南亚国家协会高峰会 梅日韩多国领袖几乎全员到齐 讨论明年就将生效的东协经济共同体 而台湾在区域经济整合上 将面对什么样的冲击 内地的一个市场的成长是逐渐在成型 它不只是一个制造基地 代工基地它也是市场 东协十国包括马来西亚 泰国 缅甸 印尼等 开发中国家人口超过6亿 摆脱过往贫穷印象 逐渐从制造业加工地位 转型为内需市场 近五年数据也显示 虽然台湾对东协出口只占20% 但初超成长143% 远高于对中国与香港的初超成长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 专家指出 中日韩在跟东协完成签订FTA后 台湾在东协市场的比重遭遇三国夹杀 尤其通信值高达7成以上的电子零件的部分 在产品品质不相上下的情况下 被对手韩国以关税因素逐步侵蚀占有 那韩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因为我们其实本来的品质就是上下伯仲之间 然后价格也是上下伯仲之间 那台湾现在东协其实面临的是 日本上面压下来的威胁 韩国中间直接正对面的冲突的竞争 还有中国在下面追上来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戏称它叫三明治 专家认为若台湾无法进入东协体系 或降低必要关税 台湾中小企业将会是最大的受害者 尤其非电子产业的传统产业 几乎无法走出台湾 也因此产业竞争力和关税降低 都同时是必须并进的课题 的确FTA的关税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但另外一个因素是产业竞争力 那政府的功能你放在这里有个政府 他应该要做的东西就是给你一个环境 是一个公平竞争没有关税歧视的环境 在台湾官方以及民间 都在关注中韩FTA冲击的当下 其实更应回头审视整体产业竞争策略 再服以区域经贸关税的签订 台湾也应该抛弃 只有电子业代工制造思维 整体为产业思考把关 才不会在区域经济整合中 丧失一席之地 新台电视陈青江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